直到看见尔东升翻拍的功夫才明白 为什么没有人能超越周星驰 在一档演员竞技的综艺节目中 导演尔东升带领一众年轻演员 翻拍周星驰的经典之作功夫 然而作作又夸张的表演 让人直呼辣眼睛 也难怪王金会说 30年之内没有人能追上星影 如果问电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肯定是电影刚开始的降爆一角 由演员何文辉扮演 他是周星驰电影中 唯一一个没有演机过的演员 并且本身就对电影非常感兴趣 经常有一些独特的想法 而周星驰也是十分欣赏他 给予何文辉最大的创作自由 何文辉的演出效果自然十分精彩 抱猪婆 抱猪婆 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但在翻拍功夫作品中 看到李志廷版本的表演 完全把人物变成了一个智障少年 实在是没有让人想要看下去的欲望 另外 原本在功夫中 颇具特点的包租公和包租婆 无论是形象还是表演 都充满了喜剧效果 再看看翻拍版中的包租公 顶着一头油腻卷发 言行举止间都透露着猥琐 而包租婆也全然没有了霸气的感觉 反倒像极了剖腐骂街 而且最明显的区别是星夜非常有感 这种笑点放在电影里 一点也不违和 当他把炮盘扔出墙外 没想到出来的斧头帮头上冒烟 这画面谁看了猪忍不住小 耳东声设计的二当家调着温雅从天而降 手里还拿着香蕉 如此明显的暗示 可能大家都已经猜到 后面他肯定会踩到自己扔的香蕉皮摔倒 这样的创意一点也没有新鲜感 加上范士奇吊二郎当的演技 陈国坤一个眼神就甩他八条街 我不傻女人 你走吧 其实单从前期准备阶段就能看出 耳东声对此次表演十分重视 不光要求演员一镜 到底还对演员十分严格 刘耀文连吃了十五碗面 许维舟从二楼跳下膝盖受伤 最惨的李志廷在大冬天顶着施发 光颓站了将近两个小时 不管是戴牙套的沈月还是被剖油漆 都在尽可能还原剧情 甚至台词都差不多 在现场看到荣子山和刘耀文的衣服太干净 一点也不符合角色形象 他便直接上手往他们身上抹脏东西 还把豆浆直接剖在演员衣服上 可这些都太过表面 反观星夜电影中的配角 无论是服装还是道具 每一样从非常贴合当下的情景 根据电影的背景 找来真正的武林高手 裁缝店的老板是洪拳大师赵志玲 苦力强的扮演者是少林弟子士行武 擅长武郎八挂棍的是著名京剧武生董志华 而最后的大反派火云邪神更不用说了 梁小龙那可是跟成龙 李小龙并肩的存在 影片哪一位都是能人意识 更不必说星夜亲自海选挑人 单从选角上尔东生就已经输了 并且电影中很多都是周星驰亲自知道师范 根据角色设计特定的标志性动作 教包足魄如何打人 斧头帮老大在电影里的舞蹈动作 也是星夜设计 并现场知道电影中的每个角色场景细节都是精心打磨过的 虽然尔东生很看重这次翻拍 全体工作人员也都很努力 所有的故事都被原封不动的复制了下来 但最终的喜剧效果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电影里的喜剧性已经荡然无存 没有一丝天然的表演 只有一种诡异而尴尬的气氛 尔东生的此番操作不禁让人怀疑 他是为了综艺效果 打着翻拍经典的幌子吸引观众 并不在意成果好患 可即便如此 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还是出现了讽刺的一幕 尔东生的望角黑夜 竟然胜过星夜的功夫 取得了最佳导演奖 周星驰筹备多年 这部承载了他儿时功夫梦的电影 已经上映便破了票房纪录 成了头号大热门 是影坛至今都无法超越的经典 并且带着16个提名强势冲击金像奖 堪称当晚最大的赢家 毫不夸张地说 电影在2004年 几乎是横扫了国内各大电影 哪怕是在欧美地区同样打受欢迎 不负重望在颁奖典礼上 功夫赢得了很多奖项 四剪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动国设计的 愿莫平功夫 最佳视角效果奖是钟志涵 马永安 谭启昆 红之命量 功夫 最佳音像效果 得奖的电影是 功夫 最佳剪剪 功夫 然而作为导演的周星驰 与最佳导演奖 失之交臂 再也忍不住黑了脸 而东升却凭借望角黑夜 获得最佳导演奖 甚至最佳男主角都不是星影 又知道其他奖项含金量并不大 最佳分量的是 最佳男女主和导演奖 功夫电影一个也不沾边 这不免让人调侃 可可满分 却不是第一名 即使适合星影闹败的王晶 也不免为他打抱不贫 做到周星驰 这么好 他拿过几十眼 这是不公平的 完全不公平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算过去了二十年 功夫的评分 也比望角黑夜要高 这些都足以证明星夜的导演能力 几十年后 尔东升给他带来的耻辱 终究被他亲手夺回 一部翻拍的功夫 向世人证明了星夜才知永远的神 这倒不是说尔东升的导演水平 不如周星驰 而是周星驰的每一部电影 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从不矫情 但却能在笑声中 让人感觉到一种温暖 电影中经常用夸张的手法 和灰险的语言 表达对人生 对爱情 对友情的思索与感悟 让观众在欢笑中 体会到人生的真善美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 进行点赞留言